可能有的劳动者挺担心 说这个一线整个车间都没有工人了 全机器人 那工人上哪去 不都失业了吗 告诉大家这个不可能存在 为啥 世界范围来看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大量使用机器人造成人失业 就很多人找不着工作 为什么呢 中国有一个大的这个可以说得上国策的 就是我们眼下的产业升级 你制造业直接变成 加普通操作员 这普通操作员呢 得明白机器人咋操作 怎么下指令 怎么输入程序 再往上一点 工程师呢 会维修机器人 会研发机器人的新的功能 所以这就是普通操作员加工程师配置 就是未来的工厂里边 你那些原来只靠出苦大力的工人 一定会被淘汰 工厂要用那些懂技术的这些产业工人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会发现 一个所谓创新型国家 他不是说一些科学家 坐在实验室里天天研究就完了 他必须是一线的产业工人 就在工厂里工作这些工人 都具备很高的职业素养 都具备一定技术能力 这样才能和科学家的科研 结合直接转化成劳动生产力 所以如果中国将来机器换人 能够获得伟大的成功的话 也就意味着低端劳动力 在制造业里被清除了 那么留下来的劳动力是什么 是高端的技术工人 那么这些人掌握一定技术的话 那么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国家 才真正的有希望 所以我说机器换人的战略 不会冲击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就业 相反它能从积极的角度推进 中国产业工人科学技术的升级 而这点对中国自主性创新 国家最终能够实现 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举双手 拍拔着欢迎机器换人 这个伟大时代来到 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 要真正开始向制造强国转化 原来的中国制造 要转化成中国制造 就叫智慧制造 这个角度出发 所以我们要为这机器换人 这个事儿呼一呼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